大家好,我是Leon 我是Chris 今天帶大家來到這裡 這裡是露環 這裡是填滿街 沒錯 對面就是一些咖啡 以前你知不知道這個位置叫什麼名字呢 真的不知道 我不記得哪間小屋 可能大概是這間粉紅色或之類的 這裡以前 應該是前面少少黃色的地方 叫碧瑤 碧瑤是以前在露環吃魚翅很出名的地方 我們小時候 但已經收拾了很多年 現在好像是想起一些東西在這裡 不知道起什麼 但我估計大概是這個位置 因為我已經沒什麼進去 但我今天不是關心一點 是介紹來這個 露環市政街市 為什麼要介紹這個街市呢 因為據稱這個街市是全澳門最小的 我現在在外面看的都覺得是相對小的 因為以前露環人又不是很多 原居民應該是在附近 所以這個街市相對比較小 那我們進去看看 好 我們之前去過很多街市 是 雀仔園街市所有地方都去過 我們之前已經度過了台灣 我們剛才度過台灣了 其實這個街市 因為現在不知道是11點多 現在我們早上都11點多 不知道是不是開始下班 是 我們來遲了 你看到很多都好像沒有開工 或者是已經回家休息了 或者可能這裡的生活習慣 跟我們澳門那邊有些不同 是不是遊閒一點 這裡 我進來這個街市很遊閒 因為什麼都沒有 是 很乾淨 你看看 又沒有濕度 又沒有濕 又沒有滴水 又沒有圈蛙 又沒有什麼人 因為它沒有開檔 我覺得它如果有開檔 就OK 不知道是因為疫情的關係之前 很多都停止了 你看到這個建築物的頂 其實是木柱 看到嗎 木亮 這種斜頂瓦片 其實都很少見 這棟在建築上面 應該是很舊式的做法 所以這棟建築物 應該都是很多年了 應該都是 我想除了這邊街市之外 路環相對多居民 是會去市區的那邊去買菜 沒錯 所以我們看回正面 看進去 街市中間這個位置 現在有營業 又是靚姐 你現在看看有什麼光顧 但是整體來講 就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我相信要買東西都在那裡 不過可能今天就還未陳價 下次等它們 我想應該齊人的時候 我們要豐盛一些 一些食物可以營 好吧 今天介紹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 拜拜